兄弟们,今儿咱来到一个好地方,三陵村,一个水库,看下边钓鱼人了没,一个挨一个,是鲫鱼是犯了天条吗?我必须得下去看看,长长眼见,走! 大爷,钓的咋样?有鱼吗?小鲫鱼?瓜子是鲫呀?小鲫瓜子,里边是不是出大的? 那往里头看看,这俩大爷钓的都是这个小的,这边人更多,里边人多,您这收钙的呀? 收钙。 待会我看到好东西了,一袋鱼,钓了不少,大得二三两三两了差不多,选了个位置,就这儿了,一看就是老钓位,而且这个位置有优势,居高临下。 风大,坐高,抛的远。 来了,给鱼做饭,一份儿腥,一份儿香,水比呢?一比一的水。 肝子的配置呢,用了一只5米4的天乐鸡,钓鸡鱼手感非常好,线总的1.0,拽0.6,浮飘2.0克,风比较大,还是想抛的比较准,比较远的话,尽量用大飘。 耳钓,耳钓醒的差不多了,很简单啊,取一块耳钓,来点今晚吃鱼的大米。 直接把米给它和到里头,拦成团,一杆一杆的给它抽进去点,比较精准啊。 今天调了一个五木,钓个三四木,还是稍微领点好。 吃,来口,先进卧的都是这玩意儿,没事儿,越钓越大。 哎,旁边小哥也上了这玩意儿啊,不是很大。 进头。 走。 接了,接了,接住了。 越钓越大了啊。 停。 可以啊,上两了。 这块为什么人多知道了吧? 大冬天啊,它挤鱼连杆啊,关键是。 奢侈。 哎呀,略微一出手,它就得狂口,要一条。 来。 这也是连杆的呀,就是有点小。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连杆啊。 钓鱼连杆玩。 这一会儿,看,钓了,钓了不少了。 半个小时,钓了有,快二十条了。 来。 哎,我发现一个事啊。 咱右边大爷七米二,钓的远,钓的深。 看,而且是个大漂。 大漂,人家狂狂上的比担大,是吧。 咱钓的浅,钓草边,都是小家伙的。 哎,大爷又上鱼了啊。 看大爷大漂,大爷那漂够大吧,给口了。 这,这可以,去物,去物,去物。 我钓的是刮自己。 我自己养了蚯蚓。 自己养了蚯蚓。 我这,我这,我这第一次听说啊,大爷那蚯蚓都不用买。 买上两三盒,往箱子里一割,土一埋,果皮一扔, 它就开始生小蚯蚓。 土不行,一般土不行。 用啥土? 就是营养土。 哦,养,养花那种营养土。 营养土。 这我们钓了有半个小时啊,看咱钓的鱼。 都是小瓜子挤,我不行,我得看旁边大爷钓的大。 我问问一下,求,学习一下,取起精。 我看您钓的鱼啊。 我帮我给你钓一下,来。 你看上没,大爷比咱钓的大。 我把水倒了。 钓的是三十个大的。 不是,为啥我钓的都是这个呀? 我为啥钓的都是这个呀? 五米四了,五米四的钓子呀。 我给你撑这钓。 这钓多少时间,钓这么多呀? 这钓多少时间,钓这么多呀? 早起十点多了。 三、四个小时。 我看您看,这钓。 你再钓来,拿蚯蚓。 还是蚯蚓这个。 那有几个小大爷。 哦,这可以的,这个都可以啊。 这是咱钓的最大的。 给大爷,给大爷,给大爷。 你拿回去吧? 我不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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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 把鱼给你。 然后呢,请教几个。 再来一会儿,来我这儿去。 这鱼不能白给啊,我得问问大爷。 这咋钓才能钓到大的? 钓大的就像钓这种大的怎么钓的? 我就是蚯蚓,我也没有人家的秘诀。 关键,您这秘诀厉害啊? 为什么? 蚯蚓,自己养的。 养蚯蚓。 买的蚯蚓不是一样吗? 不一样,您自己养的,跟买的还真不一样。 你取水果两袋。 对。 其实都一样。 你不是喂的水果吗? 你喂的水果是吧? 就是苹果皮。 苹果皮养的蚯蚓。 苹果皮,苹果糊糊糊糊。 然后香蕉鸡。 哈喽哈喽哈喽。 我是来这儿学习来了,钓鱼兜子。 你看。 钓鱼兜。 这个鱼叫我给你碰上了。 这有个手杆钓啊? 对,手杆啊。 我看人家都是用海杆钓的。 海杆都没得手杆钓的多,今天。 这坑罐,今天是坑罐。 小鱼座。 咱吊的都是这个。 我吊的都是半两个。 你来的太晚了。 你下午几点来的。 对,还是来的咋。 总结一下,这个地方,三菱这个水库。 一个是来的早,一个是杆得长。 好。 另一个呢,这儿这个鱼非常认这个蚯蚓的红虫。 非常认。 就面身下去都是这个。 蚯蚓呢,还能上点大的。 有什么? 是水深的。 今天又学到了。 回去我也养点蚯蚓去。 再来玩。 特别好养,你知道吗? 怎么样? 你在这个地下放地下室,把这个蚯蚓盒放地下室。 暖气入都不行。 哦,就是阴冷的地方。 对,它不快了,这个玩意儿。 放点养花的营养土。 咱们冬天不记冷冬箱子,那种泡沫箱子。 泡沫箱。 大点泡沫箱子。 就拿这个臭饮盒。 往里倒一盒。 臭饮盒,你把那个底拿了。 扩着一样大了以后, 转圈都是塞上那个, 都不透气吗? 对对对。 转圈都塞上了,上边, 上边都抬上。 顶上,盖上也盖上, 也弄那个。 然后就那个透气。 然后老吃的果皮都装了? 对,你切碎了以后,往那边一扫。 往那边一扫。 它能生出来小蚯蚓吗? 你买这个大蚯蚓, 没多长时间就生不来了。 买了个大肚蚓蚓。 没多长时间就生不来了。 这发财了呀,来卖球饮。 你先买个一盒两盒的, 你先试试。 试试。 行,那今儿咱又这吧。 够丢人的,没调过大爷, 大爷太厉害了。 下回我过来再试试。 今天又这吧兄弟们, 拜拜了。 好久不见。